田北辰今天早上在港台節目千禧年代引述中電的回應 指對方稱仍在了解對上一次詳細檢查是在什麼時候 他質疑中電所謂的檢查是否就這樣簽個紙就算數 他批評指中電一方強調檢查嚴謹 但他不明白如果真的這樣 為什麼一個簡單的問題都無法即時回答 而政府早前新增停電懲罰機制 如果中電客戶停電時間指數達1,500萬分鐘 才需要減少准許回報 但田北辰指 現時的想罰機制是看大不看小 令小型變壓暫時故不會觸發罰款門檻 而中電也永遠不會觸及罰款門檻 他憂慮日後這一類的小規模停電 電力公司仍舊不需要什麼費 而青衣區議員盧遠亭在同一個節目中表示 中電一星期內發生兩次的電力故障 情況是不能夠接受 即使中電指兩件事沒有關聯 但居民仍然擔心 促請中電及早檢查 如果發現供電系統老化 就應該擴大檢查的範圍 他又指 接獲青衣附近私人屋苑投訴同樣出現供電問題 有居民被困星降機 而另一方面 資深工程師何永業今早在一個商臺節目表示 昨日長安村的事故可能是源於一條電纜的故障 對於有人估計可能是老鼠咬爛電纜 他認為低壓電纜可能出現這個問題 不過高壓的1.1萬伏特電纜 除了有外皮之外 也有一層金屬條包裹的規格 懷疑老鼠不能咬穿 何永業又提出另一個可能性 是電纜安裝時或曾經接曲 令電纜出現耐傷 而有耐傷的電纜在長時間高電流升溫之下 會加速電纜路化或導致漏電